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今天要來開箱土城日月光食品屋 土城日月光是土城很重要的地標性建築 它的建築外觀本身就很有代表性 玄關這邊我們設置一個穿鞋櫃 不僅可以匆容的坐著穿鞋 下方可以輕鬆收納長穿的鞋子和拖鞋 不用開快關關鞋櫃喔 冬季長穿的外套也可以直接掛在玄關 方便又不會將戶外的細菌帶入家中 出門回家一氣呵成 這裡有一個設計的小巧思 我們利用出門必備的全身穿衣鏡 加上滑軌功能之後 聰明的遮蔽了平常不想看到的電箱 要用的時候也不會太麻煩 非常的好用喔 主題色系是咖啡色加白色的基底 再加上帶有一點灰色的櫃屁 再加上較深色的木地板去做協調色之後 再用最後是黑色金屬線條的家具去勾勒出線條的部分 做成一個協調又溫柔的紳士韓式風格喔 營造韓式的室內居家風格在色彩上面有一點特點可以注意 盡量使用暖色系避免冷色系去做出協調的色系顏色就可以囉 另外留白也是很重要的 留白可以是畫範圍件 也可以利用光線的部分延伸空間的感覺 所以好的採光也是韓式居家風格一個很大的重點喔 土城日月光的格局都有做到三面採光 可以讓光線自然的在室內裡流動 白天就算不開燈也不會過於陰暗 在室內設計家具上面是一個很好發揮的特點喔 這個戶型三間都是大房間 都是可以放進雙人床的房間喔 我們利用一間房間做一點小小的變化 它平常可以是書房也可以是小孩的遊戲房 放上床墊還是榻榻米墊之後 又是可以睡覺的臥房喔 這是一間超大的主臥房 如果未來人口增加 要多隔一個房間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這個主臥的採光特別的好 有多達三面的採光 為了不要犧牲這個採光 我們做了開放式的更衣式設計 連結有景觀浴缸的預售 主臥的窗景就是土城日光的社區中庭花園 樓下一片綠意 這戶是大約47坪的戶型 其實這個戶型它有四房的空間 但是我們只隔三房 所以它是一個彈性空間 運用起來特別的舒服 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個面都有做到採光 是一間非常光線明亮的陽光屋喔 它有一個獨立的玄關 最重要的是有前後陽台 前陽台是景觀陽台好悠閒喔 後陽台是工作陽台很好運用 每個廁所都是開窗通風的 絕對不會潮濕 景觀浴缸也看到風景也是好漂亮喔 如果想要了解土城日光更多 或想親眼看看 都可以預約到現場參觀喔 好看喔